今天在走過來的嗎 有幫你嗎 不行三年又被擠壓 孫道淳14日終於重回自由 他啥都沒說但鬼心事件 蘋果新聞網直擊 孫道淳下午5點左右 搭乘這台轎車離開台北看守所後 坐車沿路從新北市土城區 直奔台北市新一區而去 途中沒到其他地方去晦氣 直接開回新一區保來豪宅 孫道淳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了 話說前台電董作孫道淳 是因為偷空公司200億元 被判入監三年 原本今年1月1日九爺出獄 卻因為令社侵占基金會 上一元案被起訴 出獄當天載被羈押 孫道淳提起准抗告 獲得法院裁定撤銷後 北院13日重開羈押廷 裁定孫道淳三千萬元交保 不過又出現小插曲 孫道淳來不及準備錢 暫時還押看守所 直到14日下午前終於湊齊 於是趕緊辦保 孫道淳這才重獲自由 可以回家過年啦